有份論錯 非差又忠這一下 好 我先幫你保管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你 現在的心情怎麼樣 我看你都好像很激動 我全殺我的措手不及 因為其他四個都很厲害 我想都沒想過 還有我這次是第一次得到鼓勵之後 用廣東話說話 然後這個感覺對我來說很複雜 我也正在消化 現在緊張到一些位置痛 其實我今天沒有準備接受訓練 因為我覺得沒有機會 就亂來避就算了 其實我也可以做的 剛才在後台我跟人家說 今晚是你的了 她說不是啦 沒可能的了 沒可能的 不如我們也請同事幫我們做一個英語的翻譯好嗎 嗯 所以我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其他四個獎領都很驚訝 而且也令我非常嚴重 我可以做一個韓國語的翻譯好 但其實我感到有點疲憂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會做一個翻譯好 所以基本上我非常緊張 但我非常開心 這次也要問問Nicola 現在作為這次獲得了最佳新導演的獎項 你覺得現在在香港 拍香港電影 你覺得現在最大的挑戰或者難度在哪裏呢 我們香港其實 實話實說的確是有些預算的 因為拍戲這個方式的藝術呢 比如她畫一幅畫 她始終牽涉到很多日和時間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又不是一個罷免 因為當你資源有限的時候 都要去善用你手上的材料去煮一碟好菜 但是我這些 我也是個小影迷 我都會很欠拍一些很大的製作 經常在香港又好像未必有機會 那麻煩我們同事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英文的翻譯 所以我認為香港在香港最困難的事情是 坦白說是關於預算的 因為這是一個藝術的形式 我可以自己的畫作 是非常時間負擔 而且會影響很多人 而是關於預算的預算 我真的想要做一些大事 但預算是需要考慮的 那又想問一下Nicola 其實呢 好 先回答這個 有甚麼事 大家有關心 預算這首歌的情況 其實是我去踩單車 但是 踩單車 對 踩單車 誰知道我下斜的時候 在那個時刻才發現 駕駛有點滑 那我就 因為平地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當力大的時候 才知道駕駛是不合理的 於是我就高速剷進去欄杆那裡 不過呢 我在剷到那一刻的時候 我就跳開了 要不然我頭落地 就見不到大家 其實手手的傷是很幸運的 我骨裂也要打石膏 和傷鋼片等等 所以這陣子不是很方便 所以這陣子不是很方便 要這樣多久呢 包著 醫生就說我月尾要拆石膏 看一看 之後可能需要兩至三個月的時間 去做一些復健 因為我現在的食指不能動 但是我寫的故事來說 我是很… 用左手寫 現在用左手打 這陣子連了用左手用筷子 或者用語音 對呀 語音 對呀 但是五級迪士 這麼快的 始終都 不如都請我們的同事 幫我們翻譯一下 謝謝 大家都關心 謝謝 阿翼 大家 really很討厭 他手的傷疲 基本上他在乘乘車 但他沒有發現 鋼片他不會有效 所以他後來走的隙段 他已經傷害了 大膚瘡 和他正在這段時間 也因為他已勢不理會 我們非常抱歉 那我想請問一下阿翼 其實是年少日記 其實是一個比較 題材的故事 你接下來的電影 你會不會還是想 保持風格 還是想輕鬆一點 但還是繼續想反映香港的一些實況呢 其實很坦白說 《連絕日記》對我心理負擔都大 其實我接下來我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你說得對的可能輕鬆一點 因為我是一個影迷 然後很多不同的戲中我都喜歡 例如愛情、喜劇、恐怖片、動作 它各自有各自的難度 還有令我很興奮 很想去講故事的地方 我們不如有唱反映 是的 基本上我們在問一下 他想試試給他的下一部電影 因為這是很重的 他認為這部電影是很負擔的 他的身體的側面 所以他想試試一些新的 更放鬆和放鬆 他也很喜歡 comedy 愛故事、行動、恐怖 他們都會有好處和反映 所以他想試一下他們 我們再次恭喜你得獎 謝謝你 恭喜你 謝謝大家 謝謝你開心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